那最后一个悬念呢 肯定是Babymask的这张专辑 Drip未来的成绩会怎样 昨天的第二主打曲 Click Clock呢 它的MV公布到现在不到24小时 在YouTube上的点击率 大概是在1500万左右 这成绩算不上特别耀眼 虽然它有很多的 噱头在 比方七个成员同时都在那个 Rap 这个是在寒流史上好像从来没有过的事情 但是呢 这个毕竟第一主打曲还没有来 Drip还没有来 专辑还没有正式发布 所以我想对于这张专辑还是能有所期待的 并且呢 其他的几首歌曲的音源 大家听听看感觉还可以 完整版出来之后 会不会有一些更大的惊喜在 唯一的这个心虚的一点呢 就是YG娱乐不知道还有多少钱 来给他们来做一些 广告上面 营销上面 宣传方面的这些推广 这是比较心虚一点 但是呢 总的来讲的话 我因为个人对YG娱乐有一些感情在 所以我还是希望他们会发展的特别好 而且Baby Master这几个成员也非常的不容易 每一个团体在YG娱乐 你不等个七年 你是没办法出道的 所以终于 终于有机会发行他们的第一张专辑 我也期待他们的成绩特别好吧 那说明天赛我应该是会发展的 感谢观看